那宿材区过来的话 这边大概只要 五到十分钟的一个路程 周边环境市场行情 辽若指掌 等等这位房仲 怎么越看越眼熟 他不是曾经参加歌唱比赛 接着出道还演戏的艺人 林道远吗 把他的屋子交给我 非常的放心 或者是交给我 或给我卖的时候 或者是我带看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亲切 哇林道远明星带看房子 原来看好房市的他 最近兼职当房仲 才一个半月就成交千万元的案件 你想要试一下歌音是不是 那我刚好在这一块 我有博友研究的 所以我就高歌的一曲这样子 然后那是那个 买家听完之后 哇 非常的满意 我其实也没有放弃演艺圈 那就是在演艺圈之余 我想要多建立一个 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 所以我当初选择了 就是进入到房仲业 不要说一人了 连我都想转行了 今年前四月 全台房仲业营收324亿元 年增45.4% 创下近十年新高 房仲家数多达8718家 仲介人数来到68883人 甚至还有72岁的人投领域 他也想要尝试看看 很多是之前旅游业转业的 比如说我们店 那个也有那个职业军人 然后银行业 保险业 年轻200万大有人在 而房仲集团更趁势 大手笔转投资 布局观光旅游事业 好想要亲近大自然 就有房仲集团 他们花了5亿多 买下4万瓶 在宜兰投城农场 要当作员工的训练基地 只要经济稳定出口 畅旺滴地环境 和股市财富效果溢柱下 房市交易应该仍然会 发光发热 东森财经新闻 刘子特 刘姨英 在泰国岛 白色系墙面搭配木纹地板 19.2平 屋零30年 两房一厅 像这样重新翻新 再卖出的中古屋 最近实在卖翻了 不只假日 就连平日 每天至少就有 三组民众抢着看 以中古屋来说 今年1到5月的前五大热区 主要分布在新北 桃园 台中 平均卖出的件数 都超过1000件以上 实在惊人 方式这火热程度 以六都上半年 家户购屋比来看 累计更是达到 2.1% 历年最高 家户购屋比超过 2%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 就是在六都 每100户的居民里面 平均就有超过 两户的人 在今年上半年 买房子 可见房市买气 真的很旺 家户购屋比的算法 主要是用 可以直接打包入住的 城屋来看 等于还没算到 预售屋 桃园慈溪双北 脱北者族群 比例来到2.6%居贯 不过最热区 就属南二都 台南高雄 双双畅下 历年最高纪录 台南更是第一次 家户购屋比 突破2%大关 最直接的连结 当然就是因为 台积电等科技厂 接连进驻 待望买盘 其实南二都这边的房价 基起相对叫低一些 它本身呢 又由于这个台股 相继的一直创下新高 所以不少的这个投资 跟市场买盘呢 会涌入这个 中南部的县市 来进行自厂 钢性需求本来就很强 又加上科技大厂 接连进驻 房价一涨难跌 台湾房市将持续呈现 多头行情 东森台新新闻 中文军张一军 台北小红报道 墙壁奔波老旧 布满杂草 窗狂生锈扭曲 再看看内部照片 客厅油漆掉光光 另一间房 老式窗户 还充满各种纸箱杂物 想不到就是这样一间 5061年的老透天 近期竟然开价3200万 以单凭139万元天价出售 实际前往这里其实是 南港研究院附近 大楼行情价 大约是落在7字头 公寓则是5字头 而这一间透天老宅 开出了价格 却已经是南港热区 新城屋的房价 连老宅都敢开高价 毕竟现在全台各地 房价几乎涨到新高 薪水涨幅跟不上 让民众购物压力倍增 据统计目前最沉重第一名 就是南港 平均房价是当地平均年薪的20倍 第二名大安区也有18倍 松山区则是17倍 等于要不吃不喝 仅20年才能买上一间房 而其他7都也几乎在10倍以上 只有买乐透 中乐透 我找个阿拉伯的王子嫁了 其实南港区它的可开发的腹地上面比较大 相对之下比起市中心 大多都是一些小宅 当然也会去让它的总价拉抬得比较高一些 房价高涨速度飞快 预售屋市场也热闹滚滚 光2024年前五个月 台湾预售物交易总额就高达1.1兆元 年增118% 等于翻了一倍以上 而截至目前预售屋成交数为6.3万户 但住宅建造工量只有4.5万户 预售屋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预售屋有受到平均力权条例禁止总额的限制 所以预售市场供给在我们的线索 导致民众有现在不满越来越来 越来可能越来越贵的情形 供给不足加上产业投资 重大建设等利多题材 带动资金也外溢到传统蛋白区 台湾房市看来还会持续活热好一阵子 当时才喜欢横浮小老生台报道 传统早餐店坐落在天母圆环旁 维持纯手工制作 吸引不少在地客 卖着各种早餐的豆浆店 是天母最高海拔的一间 但是他们营业了6年 现在要顶让出去 不到20平的店面租金3万5 过去蛋饼和烧饼油条 是不少老天母人必备早餐 现在突然顶让 让更多在地老饕都很错愕 房东有帮我们降一点房租 然后让我们继续去做这个营运 那主要就是因为母亲的身体状况 让她提早退休 那其实天母要经营店家 蛮辛苦的 我觉得很多都是因为房租压力 或者是网路的压力 客源的压力 豆浆店老板的苦 另一间在天母的咖啡厅店家 也能感受到 面对小公园 猪打仪式料理 开业两年多 老板却想把苦心经营的门店 让出去 40平店面租金10万有找 但因为客源只有附近住户 平日假日差异太大 所谓的固定式的街边店 除非它强度非常的强 不然的话在经营上面 确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压力 那这个部分而言的话 因为现阶段极端气候 所以天气比较热的状况之下 很多的民众在购物的意愿度上面而言 会比较倾向百货公司 观察趋势疫情过后 天母地区店面空置率虽有改善 但以中城路一段 中山北路六段得行东路为中心 但是相对较偏的天母圆环 甚至巷弄间复苏力倒慢 我觉得是因为趋势性的原因 那因为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几个地段 店面很难求的一味难求 交通因素住户习惯都让天母自成一格 只是上圈变化快 如今能否重返天龙国称号 有待观察 东森财经新闻刘子坦流音在台湾岛 从一楼到四楼慢慢走到家门 年过六旬的王先生 这时候已经有点喘了 年轻时天天爬楼梯不是问题 但现在开始担心膝盖受不了 更怕老了以后走不动 即便是二楼他都爬不动 更何况说他的儿子背着他 也是爬不动的 我们都是会老的 所以我们要为未来跟现在的老人 一做准备 一二三四 有这样担忧的还有李先生 七十出头身体很硬朗 但是楼上住户已经高龄九十几岁 爬楼梯成为负担 不想望梯心探 于是几位邻居决定家装电梯 我活长一点八十 你说会和七十一样吗 不可能吗 男生来讲我最年轻 一楼都说他没有问题 盖叫我们盖 那真的是遇到好邻居 对啊 所以我们就等于五家都很好沟通 楼旁边那个有一个老街 已经九十几岁了 他希望赶快弄好 因为他说如果用都更 他会住不到 双北市现存屋林 超过三十年以上的老房子 就超过了一百四十八万户 如果房子要改建完工的话 台北市需要花上三百八十年 新北市则要花上一千一百三十三年 至于要如何加速都市更新呢 双北市政府都在想办法 对换不了房的长者来说 加装电梯无疑是一大帮助 不仅让居住环境变得更友善 也能延长原建筑的使用寿命 但安装电梯动辄好几百万 双北市政府因此推出方案 分别补助最高三百万三百六十万元 而我们访问到的两例个案 除了基地条件评估可行 也获得低楼层住户的同意 因此一个完工两年 一个即将动工 但不是人人都这么幸运 政策电梯都是在没有办法 重新改造的这样的一个 不得已中的得已而已 一个改善结构体不安全的问题 一个是改善这个 出上下不方便的电梯的问题 可能还是走向度更改建 会是一个比较有效比较好的方法 虽然政府有补助成为民众申请诱因 但政策实施至今 台北完工四十四例 新北十四案 很多时候就卡在一楼住户 加盖为鉴 要装电梯不愿拆除 因此反对 一楼层住户使用几率低 不想分摊 或是流程走到协商费用比例时 依旧整合困难 还有白户社区大楼 若只有一栋想加装电梯 识人却需要一百人同意 只好放弃 整合到紧照到施工完成 大概一两年就完成了 当然相对的话 在时间效率程序 等等的都会比较快 我们讲的三明治世代这一种 就是上游高厂下游七小 这种生活的模式 其实他们对于电梯的需求度 就当然跟那个强烈感会比较多了 许多长者担心老化速度 比不上都跟进度 增建电梯减轻上下楼负担 不想困居老宅 能活就要动 才能健康老化 东森新闻王国林叶廷 在台北什么的